为了报答李爸爸 孙岐浩决定放弃这次上学的机会 在镇上的芭蕉林 找一份扛芭蕉的苦力活 我想赚点钱给爸妈 就作为家里的大哥 我就觉得不能让老爸一个人做 我也应该出份认识 当时快坚持不住的时候 就想着爸对我们有多好 然后就咬咬牙坚持过去了 就想着多转一点试一点 能帮爸分担一点试一点 11个 12个 您能多给我一点吗 爸他就是为了跟我们上学法 家里的猪都给卖了 都给你嘛 我就都给你20嘛 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 挣到了钱 以前花钱花了没了 一点感觉都没有 现在我知道挣钱其实特不容易 但是抓到一批 我们要吃 感谢观看